山泳川龙它是于1976年在原四川的泳川县 也是现在的重庆泳川山游水库大坝附近被发现的 发现之后是经当时由中国科学院估计渔动物与国人的研究所 和我们的前身重庆市博物馆的国生物学专家共同研究命名的 这具恐龙它是中国发现的十分完整的肉食龙恐龙化石 迄今也是亚洲最完整的肉食龙化石之一 那么从标本来看 这具山泳川龙体长能达到9米 它的前肢具有锋利的爪牙齿成匕首状 然后它的后肢是强健有力 肉食龙在恐龙动物群中是比较难保存完整的一类 特别是完整的肉食龙头骨 更是恐龙研究者追索的目标 山泳泳川龙的发现让中国摘掉了没有可靠肉食恐龙的帽子 它作为我们的征管制宝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是以其极其罕见的完整性 第二就是说它作为研究其他恐龙命名鼠种的可靠依据 第三点就是通过山泳川龙化石 让我们了解磁蓝盆地 猪落季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以及当时的古气候 古环境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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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